剧院军中有一个师,从来没有吃过败仗,还曾经创造了在一个月内连续攻克两个首都底壮局,那就是39军的116师,39军是我军的王牌部队。 最早的前身是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部队,这两支部队是红军名将刘志丹,系子场所建立的陕北红军。 在1935年前,与西北军阳湖城部队进行艰苦战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取得了许多胜利,并建立了陕北根据地。 为中央红军的到来,准备了一块诺亚方舟,1935年9月,沙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部队与红二十五军,成立红十五军团。 1937年8月分散连入八路军第一百一十五十三四四旅六八七六百八十八团,1945年9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1948年11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 而三十九军从1935年9月成立红十五军团,直到1948年11月成立第三十九军。 部队机关建制从未编散,是解放军中唯一保留下来的红军军。 1160是沙北红军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的老底子,是三十九军的主力师,在三十九军的攻击百分之七时,由1160创造。 有句老话说,116打,115看,117围着团团转,从简师以来,1160在各次战役中,都是头号主力师,而且在东北时就关大选军。 每战必胜,从没持过大战,军队政治素养极高,战术水平更是无人能助其用。 东也曾这么评价,该师是红军师,是,新此军的讲等理,是四野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 突进力强劲不快,战斗经验丰富。 攻防兼备,能摸啊,猛冲,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野战,攻击力也很顽强,十四野头等主力师,一是全军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之一。 到了朝鲜战场后,1160与美,英等国的头等王牌部队,都交过手并都取得了胜利。 第一次战役,攻进云山接到了第一次战役1160,对阵美军开国原寻师,骑兵一师,取得了震惊中暗的云山大捷。 此战被世界各国写进军校教材,作为世界经典战略进行讲解。 第二次战役,投降的美军黑人联合影第二次战役,1160对决美军二战中太平洋战场的王牌热带闪电师。 美军第二十五师,创造了抗美援朝战场美军成建制投降的唯一一个战力,迫使美军进行了军制改革。 并在1950年12月6日攻克平洋,第三次战役,突破林金江第三次战役,1160系林金江,被刘伯称冤帅称赞,称,自战打一百分,一天时间内打款韩军第一王牌。 韩军第一师,打得后来成为韩国总参谋长的师长白善业探到在地。 白善业的回忆录,都承认此战让其精神崩溃。 其后又痛打二战时,蒙哥玛丽回下英军金瑞,英军第二十九旅,并缴获其绿老虎团团旗,并在1951年1月4日攻克汉城,创造了不到一个月,连续攻克两座首都底撞举。 第四次战役,美军投降官兵,第四次战役,志愿军惨败底平礼,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轻敌,没让一百一十六师去主攻,否则截获真不好说,要知道一百一十六师当时奉民族人, 在驻眼里战斗中三个小时,其三百四十七团全揭梅军第二十艘所联机七二十三团配连等部三百六十余人,其中升幅九十六人,交货坦克十一辆,吉普车八十余辆。 在其他部队凤令撤出底平礼战场时,凤令坚持作战,掩护其他部队,在这种陷入敌军围攻的情况下,照样独斗美军第二十,全师撤出,完好无损。 这样强悍的战斗力,在地平礼战斗中,没能把1160用上去,真是事物不小,其后又在华川,春川连续作战,与美军王牌陆战役师,韩军第六师交手,又是美战必胜,第五次战役,与美军陆战役师激战三天两夜,甚至第五次战役,1160作战不多,转战于华川,春川,朝阳阳,北汉家两, 在战美军王牌陆战役师,又是没有霸气,像这样战无不胜的部队,在我军中恐怕是绝无仅有,1160,解放军第一主力师,明智诗归,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之梦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事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 有一个人独到的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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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